《以西节书》第八章 第六年六月五日 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也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我观看,竟有一形状好像人的样子 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下有火的样子 在那仿佛是他腰部的以上有光辉的样子 好像闪耀的金属 他伸出一只形状像手的东西 抓住我的一柳头发 灵就把我提到天地之间 在神的意象中 他把我带往耶路撒冷 到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 在那里有令神愤恨的偶像的座位 不料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他对我说 人子啊,举目向北观看 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见祭坛门的北面 在入口的地方有令神愤恨的偶像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 就是他们行着极其可证的事 使我远离我的圣索 你看见了吗? 但你还要看见更加可证的事 他连我到院子的门口 我观看,见墙上有一个洞 他对我说 人子啊,挖墙吧 我就挖墙 不料,竟有一道门 他对我说 你进去 看看他们在那里所行可证的恶事 于是我进去观看 见四围的墙上 刻着各种形状的爬行物 和可证物的走兽 以及以色列家所有的偶像 站在这些像面前的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 沙藩的儿子 亚撒尼亚 也站在他们中间 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香炉 香的烟往上升 他对我说 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众长老 搁在自己偶像的房间里 暗中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了 他又对我说 你还要看见 他们行更加可证的事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朝北的门口 在那里有些妇女坐着 为达摩斯哭泣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 比这些更可证的事 他又领我到 耶和华殿的那一院 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就是在走廊和祭坛中间 约有二十五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着东方 他们正在朝着东面 叩拜太阳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有大家在这里 行着可证的事 还算小事吗 他们使这地充满了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 看哪 他们把树枝拿到自己的鼻前 因此 我要以猎怒待他们 我的眼必不顾惜 我也不连续 他们虽然在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他们 他们的粉丝 他们把他们的鼻前脸 感谢观看